电视剧《斗破苍穹》正在热播 该剧播出至今播放量已经突破10亿了 可以说是非常火爆了 由吴磊饰演的男主萧妍 在剧中共有五条感情线 现在云玉和小一仙都已经登场 观众期待的美杜莎也将在明天登场 在之后的剧情中 电视剧将越来越接近小说原著 特效也开始花钱做起来了 萧妍在《魔兽山漫失恋》时 向后与云玉小一仙相识 并且得到了狮王的圣火 以及半生子金元 之后萧妍还隐藏身份 化名为炎香 为纳兰杰去除烙毒 这些剧情虽说细节有小感 但走向都还原了小说 之后萧妍请了一年假 去往塔戈尔大沙漠 寻找青莲地心火 就与美杜莎女王相识了 萧妍还给美杜莎取名为采玲 两人最后回到加南学院 萧妍吞噬一火的时候 使采玲怀孕了 三年后采玲为萧妍 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为萧萧 萧萧因为是蛇人族的后代 在采玲肚子里的时候 就会得到丹药的孕养 丹药级别越高 孩子出生时的等级就越高 萧妍给自己的孩子 炼制的自然是最高级的丹药 于是小萧妍一出生就是斗宗了 普通人修炼几百年 都不一定达到斗宗级别 萧妍一出生就是斗宗 别人都羡慕不来呢 萧妍对自己的女儿 也是非常宠爱了 自小什么都给她最好的 最后萧妍成为斗弟 萧萧的血脉觉醒 更是一跃成为了斗圣 萧妍也变成了女儿奴 把两个老婆都忘在家里了 薰儿和采玲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对萧妍开始了混合双打 随着剧情的深入 萧妍等级的提高 后面的特效也越来越好了 之后如果不出现 斗器画马的剧情 你还会继续看这部剧吗 任何人都相信 肯定本不太画 竟antas Ers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